馬上為各位邀請到是我們今天的開場致詞嘉賓 首先邀請到的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 謝士淵局長擔任開場影演 掌聲有請 非常榮幸來擔任我們 我們從何而來的特展開場的影演 非常感謝今天所有貴賓的歷領 我就不一一再稱呼了 我想非常感謝我們今天所有共聚在一起的大家 因為這一場展覽其實是我們思考了跟行動了一年多的時間 所完成的一場特展 我們說今年台南七八年 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就來思考到底我們要如何的 用一種題目來界定我們對於台南的理解 其實很困難 所以我們最後在思考的是 我們如何用一個方法 既有助於大家對這塊土地過去的理解 也在這個過程當中找到一個我們共同面對未來的方法 所以我們其實在這樣子的一個思考之下 就覺得水很重要 水很重要 水如果是海洋的話 它是在四百年前為台南帶來一個新的歷史的機遇 但是水也是一個過去人群得以為生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水是一個理解台南過去四百年上千年的歷史跟文化的一個很重要的切入點 但其實我們也知道這個水是一個當代很重要的課題 是一個人類面對台南台灣或者地球 面對未來的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那於是我們其實從水切入點來帶大家一起看見台南的過去 跟思考我們所處的當下跟未來 我們非常榮幸其實邀請了龔篤君老師 作為這一檔展覽的總策展覽 我們今天其實出席的很多的朋友 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共同參與了這個展覽 它其實是一個共創的行動 所有的藝術家們跟所有的參與這一次行動的所有的朋友 那這個展覽其實實在它不是只有在今天開展 我們其實從去年就一直在蓄積這個議題跟社會的對話 就像那個去年龔老師說 這是一個倡議型的展覽 這樣數個要怎麼找一個過程 跟比較多人邀請大家來參與 讓我們共同來理解我們這本想要講 我們這個題目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所以非常感謝總策展覽的龔老師 那個龔老師其實過去幫我們策劃正文西的1000個名字 我今天看到這麼多的朋友在場 我覺得我跟龔老師大概會說超過1000次的感謝 我們非常感謝大家的這個所有人的參與 那在這個展覽今天在開幕之前 其實我們已經辦了非常多次的工作坊 那龔老師有很多人的參與 然後這些行動它都成為了這個展覽的一部分 那展覽在今天開幕 這個展覽在開幕之後 其實我們也透過萬物議會跟國際的交流 然後總讀了行動 希望把這個展覽 這個很核心的一個想法 邀請更多的參與者 讓參與這場展覽的所有的特展人 藝術家們或所有的同學 我們其實都是一起為這個題目而發聲的人 再一次的感謝今天大家的參與 我們希望這一檔展覽 能夠讓今年台南市在面對台南400 一個從1624年開始給我們的這個命題 我們可以回應一個我覺得 具有社會行動力的一場展覽 那在這個基礎上 或許我們會知道台南的500 台南的600 那個方向在哪裡 我們感謝今天所有貴賓的參與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再次感謝局長請回座